台北街头出现了现代版的吴刚 因为男子他自被锯子偷锯路边人行道上的章树 被民众发现报案 他还变称是因为看到树木已经哭死了 放在路边烂掉很可惜 才决定带回去废物利用 这个是台北市的工厂 这个树还没有坏掉 你这样锯 男子穿着吊嘎蹲在树根旁 手上还拿着锯子 他竟然跑到这里偷锯行道树 被路过民众制止 连看男子坚持要把树锯掉 民众只好报警 更离谱的是他向警察辩称 全是为了废物再利用 那边来的 因为我是想说柱头就在这边烂掉 也可惜 那我想说能够利用的话 我就拿去利用 虽然在台北中正区和平西路上 都心男子常常经过这里 他发现人行道有棵樟树 直剩树根就冻起歪脑筋 学起民间故事里的五岗伐木故事 自己带锯子来锯树 勘坐25公分的树干 放上机车准备偷溜再走 结果半路被拦截 男子随意毁损行道树 已经触犯刑法切到罪 及设違法立刻被依法送办 现代版无钢 异想天开 人行道偷巨树 这下得付出惨痛代价 记者杀杀是可以台北参谋的